7点21分早安气象时间 刚刚看到外头云层蛮厚的 我要提醒大家 今天时间越晚变天的感受 会越加明显 那更多的气象资讯 要来问书瑞 书瑞早安 书瑞当然明天就是周末假日 不过看起来这天气状况 似乎不大好 没有错 大家要有心理准备 除了湿之外 而且全台都冷 也就是说 这个周末各地都是湿湿冷冷的天气 而且这一波 强烈冷气团真的强度蛮强的 礼拜六马上就会冲下来了 而且午后开始 北台湾率先有感降温 那么越晚各地是越冷的 最冷的时间 你在礼拜天礼拜一的时候 这一波强烈冷气团 是最冷的时候 平地的低温下探到10度 当然有一些沿海空地区 可能还会再更低一点 所以虽然这一次气象局 把它列为强烈大陆冷气团 是因为台北市的低温只有11度 但是有一些沿海空旷地区 或者是一些平地地区 低温掉到9到10度 这个感受是很接近寒流等级的了 那我们就来看到今天的一个温度 在北台湾大约在2022度 中南部在22到24度 各地早晚还是偏凉 在16到17度 明天北台湾高温稍微略降一点 大约是在17到19度 中南部地区白天的时候 还没有那么明显 但是月晚刚刚说到的 各地都会马上明显转冷 低温会下探到12到14度 包含南部地区高雄 明天低温也会下降的蛮明显的 所以帮大家统整一下 在礼拜天礼拜一的时候 这一波强烈冷气团报到之后 各地最低的体感温度 最冷的地方在马祖是零下5度 那么金门零下2度 而新竹苗栗澎湖只有4度 彰化5度 基隆桃源太中7度 那么包含云林还有嘉义 台北新北宜兰台南大概8到9度 南投花东高雄屏东 大约是在10到12度 也就是说各地其实感受都还蛮冷的 尤其是雨下下来 这个体感温度又会再下降 那么这一波的冷气团 基本上刚刚说到 在礼拜天礼拜一最冷 各地的温度都会下降得很明显 目前看起来要到礼拜二的时候 冷气团才会稍微减弱一点 各地的低温或者是高温都会回升 而且雨势才会稍微缓和 因为我们刚刚有提到说 马上的礼拜六 今天开始就会有一波 这个华南雨区移入的关系 其实可以看到 各地今天都会有降雨几率 而且云量偏多 目前气象局针对宜兰 还有大台北山区 以及基隆北海岸发布了大雨特报 那么在今天晚上开始 其实各地的雨势都会增加 白天的时候中南部还稍微有点空档 云量偏多但是雨不多 主要还是在基隆北海岸 大台北地区 还有宜花有雨 可是从午后开始 会慢慢扩展到桃园 还有中部以及中南部的山区 那么到明天是全台都有雨 礼拜六礼拜天礼拜一这三天 水气都很多 所以湿湿冷的天气 会至少到礼拜一为止 那么还要来看到 虽然这一次又冷又湿 可是相对的 在高山当然也会有降雪机会 今天呢在玉山还有雪山 都掉到了临下的温度 其实就有机会 可能看到一些飘雪的状况了 那么礼拜六到下周一 北部2500公尺以上的高山 或是中南部 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 都会有下雪或是下陷的机会 如果观众朋友要追雪的话 提醒您要注意保暖之外 要特别注意安全了 这是这一节最新的